在这个热的过分的夏天 要是你穿越回到中世纪 需要带上空调吗 不需要 因为那会儿人家就已经有空调了 还是不查电的空调 拿这座原本根本就住不了人的城市举例 伊朗亚自得 沙漠中央极度干旱 夏季高温通常都是在40度以上 一年只有23天才下雨 加起来只能降下49毫米 这是什么概念 这就是我们这边暴雨一个小时的量而已 但是一样特殊的东西 却让它们的夏天 或许比我现在在南京过得还要舒服 它就是捕风塔 遍布在这座古城几乎所有屋顶上的 一种类似于烟囱的东西了 它起什么作用呢 将室外流动的空气引入到室内 让它在此循环的同时产生降温的作用 并且如何降温 还有这几套不同的原理 以便对应不尽相同的情况 要是室外有风 而且盛行的风向还是比较一致的 那么捕风塔就只用开一个口 来对着风向就行了 让夜间较为凉爽的空气 吹进室内 把热空气逼到另外一个出口 从而完成冲洗的动作 到了白天 室外温度升高 虽然吹进来的风不那么凉快了 但是只要有气流流过人体的皮肤的表面 就会带来凉爽的感觉 照样会舒服一些的 另外还可以在大厅中央摆上一缸清水 让蒸发的水气混合在微风当中 带来降温 不过 要是外面压根就没有风盖 怎么办呢 也很简单 靠室内外的温差带来的气压梯度 驱动空气的流动 热空气自动的流出去 带来的负压 又帮助室内抽入了更多的凉空气 要问这些凉空气哪里来 来自于被墙壁遮阴的庭院 或者是来自于育种被称为 卡尔景的地下水系统 非常的智慧 对了我刚才说的那缸清水 也可以是从它里面打出来的 同时这张图也展示了 中世纪的人们 过人的空气动力学知识了 你看这座捕风塔的开口 正好是背对风向的 为什么 因为不努力效应告诉我们 高流速会带来低压力 于是开口处就是个负压了 它会将室内的空气吸出来 于是不用电热交换的过程 也在自然的作用下就完成了 这不就是空调在干的事情吗 就能改善了 如果我们再做一个